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徐文海察觉异样后迅速电话联系周围村民 提醒他们紧急避险 此时此刻 徐文海心中还牵挂了一个人 就是他年过八十 行动不变的老母亲 老母亲住在村文化礼堂旁边 距离徐文海的家只有一两百米 平时几分钟就走到了 那天与母亲通话后 徐文海立即从山上一路狂奔过去 就在路过村民藤彩礁家时 他看到对方一家六口正从窗中爬出 徐文海没有丝毫犹豫伸出了援手 六个人走去的都在外面有点崩塌出来了 那这个冰箱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数据在这里下面叫我下来呀下来呀 下来他们拉下去了 一个人拉下去都会拉下去了 他拉他拉他 我女媳妇把我抱到这里 撈下去了就走下去了 把一个外甥啊 女儿啊都六个人了 徐文海救出了藤彩礁一家六口 但此时再往母亲家去时 水位已经又涨高了许多 没有人能进入房子救援 徐文海站在山上 眼睁睁地看着洪水上涨 最终没过了整个屋顶 这个时候我一直在那里等了大概有十五分左右吧 那个时候水就慢慢就下去了 下去了也很快 大概就五六分钟那个水基本上就可以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过去嘛 我家里全部的东西门都被冲冲了没了 推进去后来我就 那个床都没了 后来我就家里没有嘛 我又到了楼梯上面找到我母亲 她已经躺在那里了 就没去了 我赶紧去 把她抱起来 抱到那个门上之后 我就去那个 就去那个做人工呼吸 做了大概也三十分钟吧 我就看看说没什么迹象嘛 我就说没了 这个时候我感觉到真的很伤心 我这个时候就真的放声大哭了一场 就是就是 这是我一辈子中中最余汉的一件事 妈妈的二楼想上去了 整个嘴弯弯就拉不老了 就死了 都来一来 跟师兄去 妈妈已经想往二楼跑了 想二楼快要到了 快要到了吧 这儿 小啊死了 都楼梯都拉了 老爸人都不知道 奶奶活话她也下不去 也见不着了 然后几个奶奶几个子女过去的 其他子女过去的 没办法过去了 家里就是早上很早就出去了 然后晚上很吃回来就没见到的 她毕竟这么多事需要她 感谢 感谢 随机啊 等进我里面都好啊 她平时在村里工作怎么样 很好 真的很好啊 工作很好 带我来这里 带我家里啊 很好 从1995年担任村主任开始 徐文海已经做了20多年的村干部 这次台风立即马带来的灾害 也是她从未见过的 眼下 山藻村的善后重建工作 正在逐步开展 徐文海说 个人的悲痛要先放一边 她得先带领村民重建家园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